根据本台记者Gigi2月21日报道 华人区的两所高中在21日下午收到了匿名报案 指出校内有枪手 在21日下午的3点18分 Arcadia警局收到一个匿名人士的来电威胁 她在电话中表示准备在Arcadia高中向人群开枪 随后高中被封锁 根据一些学生的描述 学校广播提出 警察会在每个教室进行搜查 有学生的家长表示 孩子走到校门口 但因为封锁被迫留在校内 下午4点警方指出 每个人都很安全 没有人处于直接的危险当中 Arcadia警方正在对校园进行搜查 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4点45分警方完成了对Arcadia高中校园的搜查 警员没有系统性的审查之后 发现了是没有任何的可疑人士 那么很多网上报告则声称 在Arcadia高中出现了枪手或发生了枪击事件 这都是不真实的 在事件当中没有学生受伤 警员随后和学校官员合作 协调学生有系统性的离开学校 4点40分记者达到了Arcadia高中 看到有十几位家长 焦急的站在校外 远眺校园之内的情况 学校附近的马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 随着4点45分学生陆续的下课回家 家长们也是陆续的散去 那么同样是在21号下午的三点 Arcadia高中出现了匿名威胁 后来证实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并且在下午的4点23分是解除了封锁 恢复了正常的课程 Arcadia联合学区表示 知道有一些担心某些学生 收到的一张照片而已 Arcadia警察局确认 照片是一张三年之前的照片 在Arcadia联合学区以外的地点拍摄 据了解拍摄地是另一个州 我会联合讨论 任何部位摄像 我会想他们的传去 接触来